其实大部分鱼病是不需要下药的 胡乱的下药只会加速水体的恶化 导致鱼儿快速死亡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哪些鱼病是不需要下药 哪些鱼病是必须下药 第一种就是栽头 是必要的鱼不用下药 第二种是体表冲血 红点 难生 难骑 不用下药 我们先清洗过滤 停食 规律连续换水一个星期 自然就会好 第三种是 打粉 蒙眼 凸眼 不用下药 这种是因为水质跌酸 或者是水中有害菌增加 我们连续换水三天就能好 那么哪些情况下是必须要下药呢 第一种就是虫腮 菌腮 以及煤腮 必须要下药 这三种腮病分别是由细菌 寄生虫 以及真菌导致的腮病 如果不及时下药 会迅速传染整肛导致团灭 第二种就是肠炎必须要下药 观赏鱼肠炎分 细菌性肠炎 病毒性肠炎和机身虫肠炎 特别是金鱼 比较容易患细菌性肠炎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立马会覆水死亡 第三种是水煤必须要下药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导致团灭最可怕的两种鱼病 一个是腮病 一个是水煤 因为它们传播快 病情发展快 两到三天可能让整缸鱼团灭 所以在养鱼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下药 但是很多时候也要及时下药 防止鱼团灭